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部分的话是把那个直角三角形绘制出来 可是如果今天直角三角形部分 我希望在旁边再长出一个类似目前的这个形状的右边 再多增加一个,也就是把它做成像那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做 有点像是在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1页的部分,这个地方 那其实当然解的方法很多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最重要是怎么样的答案是最好理解的 OK,那首先的话呢,其实我想了好几种解法 不过后来发现有一个解法是最简单的,最好理解的 像那个方法2里面其实甚至还有用int啦,用除啊,什么加啊等等的 那最后发现,其实最简单的我想了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推敲之下,你会发现输出的信号数量 跟刚刚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数量有没有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第一次输出的话是一样的 OK,可是第二次输出的话,你会发现第二次输出的话 它本来是两颗星变三颗星 然后呢这个地方底下变,本来三颗星变五颗星 三变五 然后呢再来本来是四颗星变成七颗星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后来我发现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什么样的规则呢?就是它的这个星号的数量 刚好是原来数量的两倍 OK,就是乘上二之后,有没有 乘上二之后呢刚好少一 再把它减一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原来一颗星嘛 乘上二之后嘛,那就二减一,那刚好一颗星 也就是说,我刚好就是观察了一下 它这个星号的数量,刚好就是跟刚刚的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共通的部分 然后呢不同的部分就是说呢 它的星号数量 刚好就是直角三角形的两倍数量-1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就把我的这样的逻辑把它带到我的那个程式里面试试看 所以我就把...当然的星号部分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部分不变 会变的部分就是什么? 我把那个哦,它的星号的数量 星号数量决定就是这个i来决定的 那这个i的部分的话,我就乘上二,两倍 然后记得把它减一颗星 刚好可以满足这样的数量之后呢 它就会跑出我们要的结果 我看一下,因为我原来只是用推的啦 OK,大家就看到 因为目前看到这个等药三角的逻辑才蛮单纯的 不过要特别注意有一点哦 我刚刚提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乘号跟那个字串相乘的话 记得要先计算完之后才能跟前面乘 所以计算完之后就是先做后面的计算 记得一定要先把它刮糊起来 OK,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部分的刮糊把它刮起来 算完之后再跟前面的星号乘才不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另外的话呢 它反正那个计算公式里面一定是相乘之后 先乘再减 当然就不需要特别 还要先把它刮糊起来 除非说你要先减再乘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再加一个刮糊了 OK,也就是说我刚刚把那个直角三角形这个规则 我看到差一点就是那个星号刚好是两倍-1 所以我把这个规则带到我们的直角三角形里面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满足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不会变成一个我们需要那个等腰三角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你会发现哦 执行的结果呢 刚刚好就完全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等腰三角形就画出来了 OK,所以为什么可以把那个等腰三角形做出来了 当然这个就是从直角三角形推到等腰三角形 OK,当然这个公式绝对不是只有一个答案 OK,你们可以想想看有什么有没有其他的那个解法 OK,不过跟各位讲就是说解的方法尽量是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写到最后反而找自己麻烦 OK,然后带了一大堆公式或者用了一大堆函数进来 最后其实得到的结果一样 可是却相当复杂而且容易写错 那当然相对就比较不是好的答案了 OK,这个做完之后甚至还有同学不满足 他就想说老师如果我要颠倒怎么做 颠倒的话当然就反向就好了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正一个负贝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呢两个正 但是呢另外一个正呢是把他怎么样摆到他的右边的话 也就是说呢有点像copy贴上了,复制贴过来 只是说呢如果你要把这边再加一个过来的话 哇,那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OK,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啦 不过后来试过之后发现喔 其实可以怎么做 这边的话你可以再分析 这边有空白,这边有空白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块我们做的啦 OK,那最后当然这边会需要有一个换行的数量 OK,所以基本上喔 但这个我有已经把 如果你要做两个等腰三角形喔 假设你要做两个的话 那我底下也有参考的这个答案 你们可以试试看啦 尽量先不要拿我这个答案 也许你可以自己可以做做看 做完之后其实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先做完上面部分 然后再完成空白部分 一个空白,两个空白 然后再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再画右边的这一个空白部分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这三行是原来的 然后呢这四行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空白,一个空白 OK,两个空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三角形部分 这个的话就是最后的空白 如果你假设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喔 就会 长出两个 应该理论上就两个了 OK 那至于那个细节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或甚至如果你有其他的答案 其他的写法都没关系 甚至如果你想要绘制出其他图形 当然也没关系 只是说 越是复杂的图形 当然你需要跑的回圈 当然数量也就越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试着完成看看 OK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有关那个画回圈 那回圈部分呢 除了说 有刚刚讲的那个4回圈之外 其实4回圈 我自己平常用的机会 当然会比画回圈来得多很多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现在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有范围性的 哪一笔到哪一笔 我知道头跟尾 那当然就用4回圈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呢 如果说有一些 就是重复做的事情 你并不知道说 应该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哪个地方结束的话 而只知道说哪个地方结束 的条件 那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 把4回圈改用 所谓的坏回圈 OK 那4回圈跟坏回圈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坏回圈 后面喔 特别注意喔 它是带一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呢 当后面这个逻辑叙述 假如为true的时候 它就是做下面的事情 反之呢 就是说 如果为false的话 那当然就结束这个回圈 OK 所以如果说 我们大概如果假设 我们用 前面写过的那个 4回圈的部分 如果用坏回圈再写 写一次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 用坏回圈写一样 之前我们写过 那个1加到99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改 也许你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4回圈跟坏回圈的差异点 那也许你可以把那个1加到99 那个1加到99 这个 把它再打开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写的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4回圈 改成用fire回圈来 再写一下 那我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那个 就是 直角三角形 改成 这个 一个等腰三角形 和两个等腰三角形 试着做做看 OK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对哈 好 好 其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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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